男人拿起滚烫的开水 面目争鸣地淋在了自己头上 随后撞向了玻璃棍 而一旁的店长竟拿着钥匙 插进了排插孔当场电飞 种种诡异事件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事情还要从一位绑架案说起 一位自闭男孩遭两位劫匪绑架 最后被警察重重包围 走投无路来到了天台停车场 本以为绑匪会束手就擒 可没想 此时的黑人警官却非常痛苦 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扔掉手中的枪后 脚步一直往后倒退 直至坠楼身亡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 女警官竟开枪杀了自己的同事 随后无法控制地拿枪 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一声枪响后 警察全军覆没 绑匪带着男孩逃离了现场 这起非自然案件最终由奥解三人调查 路上的监控显示 开枪杀人的是女警官 绑匪根本就没有枪 这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老毕认为这是一种催眠术 绑匪控制了警官的潜意识 但催眠无法强迫人做不愿意的事 那究竟是什么控制了他们呢 资料显示 被绑架的男孩名叫小卡 他本身平平无奇 但小卡的父亲竟是聚力集团的科学家 和这庞大的集团牵扯上 真相往往就没这么简单了 随后奥解三人来到聚力集团 见到了小卡的父亲卡博士 儿子被绑架36小时 老卡居然毫不知情 果然是轻生的 与此同时 劫匪已经来到了开头的便利店 发生了烫水焦光头 以及要是插牌插的诡异事件 便利店的监控 清楚地拍到了员工们诡异的自残行为 两人已经昏迷 无法做口供 更出乎意料的是 摄像头居然拍到了小卡 而且他当时是可以逃脱的 可他看着却像是和劫匪一伙 根本没有反抗意识 难道真的被催眠了吗 据FBI调查 两位绑匪是一家修理车的模范员工 能力出众 工作认真 而且没有犯罪记录 这着实令人有些疑惑 那么他们劫持小卡的目的是什么呢 实验室内 老B打开了女警的大脑 催眠一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女警官的极端行为 远远超出了催眠的程度 这很可能让女警的大脑 产生肉眼可见的伤害 将大脑取出后 老B果然发现了血肿 这表明女警遭受的根本不是催眠 而是精神控制 这可以强制控制人的身体 让人的意识和身体产生对抗 导致大脑损伤 而这种控制能量 很可能是通过声音传播的 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去抓人 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声音传播 与此同时 绑匪联系了老卡博士 索要200万的赎金 否则就撕票 这点钱老卡博士还是能拿出来的 但老黑认为敲诈一个国际公司 只要这么点钱 根本不符合常理 这些钱或许只是绑架的一个谎子 他们肯定另有目的 为了抓捕绑匪 老B研制了一个阻断声音能量传播的屏蔽器 他给美人发了一个耳机 让他们尽量不要摘下 在FBI的监控下 绑匪开始了交易 他二话不说抢了钱就跑 还没等探员搜查 另一位劫匪自杀式的开车冲了转 此时 彼得隐约看到有人拿钱跑了 来不及解释 他立即追了过去 厂房中 奥杰找到了拿枪的绑匪 只见他拿枪指着自己 彼得跟着人影来到了厂房外 没想到戴着耳机的身体 突然被一股力量控制 没错 此人正是被绑架的小卡 他一脸开心的吃着药丸 原来 他才是所有事情的策划者 耳机在小卡的精神控制面前 根本没用 接着他控制彼得离开了现场 此时 奥杰才发现彼得和小卡失踪了 而绑匪声称他们才是人质 小卡才是真正的绑架者 能操控所有人 此时彼得正被控制着 非常痛苦 小卡控制着他在公路上飙车 直至即将追尾时 才停了下来 果然是个疯子 另一边 奥杰直接质问了妮娜 这是否是距离集团研究的技术 妮娜也表示很疑惑 因为非常确定 这不是集团的研究 此时她突然想到 老卡一直在开发的 无手操作飞行系统 就是飞行员可以不用双手 用脑电波控制飞机的飞行 为了增强脑电波 所有的实验飞行员 都在服用一种药物 这么说来 小卡很可能服用过这种药 老卡也说 他曾拿过一些药物样品回家 这很可能是被小卡偷拿了 但老卡表示 就算服用这种药物 发射出的脑电波 也只能对电脑管用 根本不能控制别人 老B表示 因为人脑也算是电脑的一种 而小卡年少 他体内的荷尔蒙可以影响神经 据说小卡一直在服用兴奋剂 用于治疗小卡的注意力受损 荷尔蒙加兴奋剂 将脑电波增强实验药效 这一切的巧合 造就了这么一个精神控制者 就在这时 老黑收到消息 FBI高层准备 让尼利案件组撤出调查 在小卡绑架彼得前 他订了两张飞网哥斯达里加的机票 高层怀疑小卡勾结间谍破坏国家安全 准备让特种部队 对小卡采取强制性措施 这意味着 彼得很可能会受牵连 奥姐急忙找到了老B 没有彼得的鼓励 老B表现得非常自卑不安 妮娜鼓励老B 现在只有她才能救彼得 在妮娜的鼓励下 她突然想到 可以利用电磁干扰器 阻止卡森释放脑电波 FBI根据小卡的电脑发现 小卡一直在搜寻 关于25年前 年轻女人出车祸的新闻 最近一直搜索 是一位叫雷妮的女人 原来 雷妮是老卡的前妻 也就是小卡的母亲 年轻时多次吸毒 经常在外面鬼混 总是离家出走 最后一次出走后 就再也没回来 那时小卡还小 老卡不想让孩子知道 自己是被母亲遗弃的 便谎称雷妮出车祸离世了 可善意的谎言 却令小卡无端猜忌 酒吧内 小卡也对彼得 讲述了自己的目的 父亲常年沉浸在工作中 没有关注孩子的心灵 久而久之 父子俩也产生了隔阂 更重要的是 小卡已经发现 母亲并没有死 他接受不了父亲的欺骗 所以他想找到母亲 和他远走高飞 随后小卡带着彼得 来到了雷妮的住址 亲眼见到母亲还活着 小卡非常激动 雷妮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小卡也向雷妮表明了来意 想带母亲离开 他越说越激动 但雷妮却非常诧异 刚想道歉 雷妮的现任丈夫便走了出来 看见亲密的两人 偏执的小卡像是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认为正是这个男人 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随即 他控制着彼得 拿枪指向了男人 就在此时 FBI赶了过来 老黑从窗户口看见这一幕 来不及思考 直接冲了进去 用电击枪打中了小卡 但这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他继续控制着彼得用手瞄准老黑 在彼得的极力反抗下 这一枪虽然射中了老黑 但只是在胳膊 并不致命 行动失败 小卡随即控制了彼得 准备逃离 此时 老B和小卷也开车赶到 他带来了电磁干扰器 这东西在20米内 会让小卡陷入短暂的迷茫 车辆越来越近 老B直接按下了开关 小卡失去意识后 直接中断了对彼得的控制 他找准时机 直接撞上了电线杆 画面一转 彼得在老B的呼唤下逐渐苏醒 而小卡在车祸后 直接陷入了昏迷 注射了镇定剂后 就被相关部门给带走了 影片的最后 距离集团的妮娜 正在发送电子邮件 内容令人大吃一惊 小卡居然是个实验体 还是众多克龙体之一 距离集团故意在培养 他们的精神控制能力 老卡也只是一个 该项目的实验员 并不是小卡的亲生父亲 现在出了意外 正准备暂停实验 老卡将小卡推着 走进大楼深处 里面是许多沉睡的小卡 距离集团的目的 也无人知晓